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调研社节目 如果出去露亚的时候只能选择一种加二 那么复合亮片可能就会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今天我来DIY一个复合亮片 这做方法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取一根合适长度的不锈钢丝 先把挂三本钩的位置做出来 把三本钩挂进这个位置 接下来将一个大一点的挡珠穿进两根钢丝合并的位置 用钳子把短的钢丝贴着挡珠把它掰弯 掰弯以后它可以用来固定挡珠锁住三本钩 好,再在上面穿进一颗小一点的挡珠 然后放进一颗子弹签 刻重根据自己这里调查来定 再在子弹签上面穿进两颗小的挡珠 然后将U型扣挂一个头进去 再将亮片凹面向下扣进U型扣里 接下来再将一个U型扣挂一个头进去 现在可以把第一个U型扣的另一个头挂进去 然后在第二个扣里面也挂进一个亮片 把第二个扣的另一个头挂进钢丝里去 OK,这样就是一个双叶的亮片在里面了 接下来穿进两颗小的弹珠 现在在上面做一个导演 用来连接前导线或别增用的 它的距离不能太近了 否则会影响亮片的运作 好,这个双叶复合转转亮片就已经完成了 我是岳哥,带你玩钓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